儿戏不管是谁都要认真对待 可是浙江宁波有一对80后的小夫妻 对待婚姻那可真是儿戏呀 四年时间里他们结婚七次离婚六次 这两位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谈恋爱了 2008年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第二年呢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看起来挺幸福的三口之家 可是之后没过多久两人离婚了 孩子贵丈夫 离婚的原因是丈夫每天玩游戏 对孩子不管不问 结果吵吵闹闹就离了 离了就离了吧 这离婚之后呢 因为妻子经常去探视小孩 两个人之间感情又迅速回暖了 半年之后他们复婚了 这不挺好的吗 可是好景不长 因为生活琐事 两口子吵吵闹闹又离婚了 接着又复婚了 就这样他们在四年时间里 接了离 离了 接了七次 离了六次 这不最近他俩又上法院闹离婚了 不过前两天呢 丈夫一纠结又撤诉了 哎呦还真是服了这两位啊 这三国演义开头第一句话 是为你们俩写的吧 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你把结婚离婚当成过家家呀 你们这样来回折腾 想干嘛呢 创造世界记录还是咋的呀 对孩子还负不负责任呢